醒目一响啊 咱们是继续聊天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副帅副德率领的清军呢 就重新接管了和田六城 那么说这和田城的百姓们 是喜欢这个清军多一些呢 还是拥护这个大小合着的部队多一些呢 这副德呀 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当中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大军进城的时候啊 和田百姓啊 福道两边可谓是单石湖江以勇王师 那有人就说了这话可信吗 对于啊 这个和田城的百姓而言 这八七兵呢 那可谓是占领军 再怎么说呢 这和田城的百姓和这个大小合着呀 他都在教门之下 并且这大小合着 那可是宗教贵族 和田城的百姓就真的能够夹道欢迎清军吗 哎 有您这么一说 咱们呀可以分析分析 首先呢 咱们就得说说这小合着 货极战派了他的亲信死党 阿布都克勒木和阿布都哈里克 这兄弟二人呢 带着八百兵啊 来突袭和田 这兄弟二人采取的战略方针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啊 他们仅带着这八百人呢 在和田地区并不能攻城拔寨 于是啊 他们就选择把这个营寨扎在了哈叉与这个俄里奇的中间部位 可现在话说呢 就是这个墨玉县和这个和田市区的中央 这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呀 专门抢劫来往的商队 以及出城的百姓 这城里边啊 大小合着的亲信 看到有援军来啊 也跟着造反 很快呀 就拿下了除和田本部以外的和田五城 阿布都克勒木就往这些城里啊 派了驻城的士兵 当然了 人数不会很多 因为他一共就带了八百人 所以说呀 分到每个城中啊 也就是十人二十人的骑兵 其实啊 这也就够了 前一阵子 这恶队伯克不是说了吗 这六个城当中啊 他能凑出五十人骑兵啊 就不错了 这每个城啊 安插了十几二十人的骑兵 搁现在话说呀 那无非就是献兵的意思 这些人到了城里呀 吃的喝的 那也得是头一份 吃的自然是手把肉 喝的呢 那都是十六只 所以说这和田当地的老百姓啊 恨他们 那也是应该的 至于这一族统治的问题 这八旗来了 到底当地百姓 能不能跟这个八旗兵亲近呢 又是另一回事 这事啊 也很难说 其实呢 这南疆的回步啊 在这之前 也一直是北疆的 厄鲁特蒙古统治 想来呢 这八旗也应该 比这个准嘎尔人 要温和的多 再者呢 这恶队伯克呀 在这个和田六城 已经驻守了多半年了 无论是从这个影响上啊 以及宣传上 他都得呀 告诉这和田的百姓 这清君是多么多么的好 人活着呢 就得心向王化 这伯格达汗 乾隆大皇帝 那可是天下公主 成为这大清的子民 那才是正术 这么一来呢 这清君入城 百姓夹道欢迎这事啊 哎 就可信多了 北边的赵慧 占领着这库车阿克苏 南边的富德呢 镇守和田六城 也就剩下中间的 喀什嘎尔啊 和伊尔枪了 最初我这赵慧的作战计划 是让这个富德呀 先攻打伊尔枪 他料定啊 这么一来 这小和拙 一定会弃伊尔枪城 而走喀什嘎尔 去投奔他的哥哥 大和拙波罗尼都 然后啊 这富德赵慧 大军跟进 何为喀什嘎尔 就把这二贼呀 困在喀什嘎尔了 于是这主副二帅 就商议呀 要在六月份出兵 因为这个月份呢 这个大麦以赎 是小麦未赎 趁着这敌军 清皇不接的时候啊 一鼓作气 就要拿下二贼 出兵的日期 拟定好了以后啊 这会儿 有一个禅回来头 这名禅回呀 叫做何时克 他呀 是大和拙波罗尼都 手底下的一名伯克 这个何时克呀 他是个聪明人 他料定 这个清军的进攻 露出之后啊 是特意跑来 给这赵慧出主意的 他告诉了赵慧呀 不能先打伊尔枪 一定要先打喀什嘎尔 这样啊 才能断了这大小合拙 望这个霍汉城 出逃的路线 所以说呀 这赵慧才改变了主意 决定啊 六月初 两路大军同时出征 喀什嘎尔和伊尔枪 就这样 这赵慧也在第一时间 把自己的作战计划 和前因后果 写了折子 奏报给了朝廷 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那么说这会儿 京师里边的乾隆皇帝干嘛呢 这乾隆皇帝也发愁呢 皇上老爷子的龙叔案上 那可不是赵慧这一个人的折子 这龙叔案上啊 还放着一个人的奏折 谁写来的呢 就是啊 随军参赞大臣舒克德 这黑水营解围之后 随军参赞舒克德 又从武将啊 改成了文职 那他必然呢 就得操这个文职官员 该操的心 他给皇上的折子呀 无非就是这么几条 这第一呢 北疆伊犁 伊犁地区呀 有大片的好良田 自打这前一年的 清军征讨准嘎尔部成功以后啊 这赵慧在北疆啊 对这个准嘎尔人 实施的是劲角政策 那说白了呢 就是一根不留 当然了 咱们不抬杠 能活下来的 都是早些时候 投降清军的 自征准以后啊 凡是不投降的准嘎尔 一律论叛军逆贼处置 待着之后啊 通通是咔嚓一刀 准嘎尔韩国原来的首都伊犁附近呢 现在除了驻军 没有居民 大片的好良田呢 那可就荒废了 这舒克德呢 不敢自己做主 给这个乾隆皇帝提了两个建议 让这个乾隆皇帝啊 龙玉天才 那意思就是啊 这大主意 还得皇上您亲自拿 第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个南疆啊 十分之一的人口 迁往北疆伊犁地区去屯田 这第二个建议呢 是把原来啊 在伊犁地区屯田的这些产回 还迁回到伊犁 那这些人是怎么从伊犁回到的南疆呢 是这个小河桌货鸡站呢 把他们带回来的 这舒克德认为啊 这些人对这个伊犁的土地啊 本来就熟悉 所以说到了伊犁之后啊 放下手来啊就能干活 不用啊 有一个漫长的熟悉过程 这乾隆呢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之后 对这件事情很快就做出了指示 他说呀 前在和田屯田之回人 与厄鲁特杂居多年 未免沾染恶习反复不定 绝对不能把他们呀 重新的放回北疆 搞不好啊 他们跟这个厄鲁特人呢 有样学样的就反了 至于抽掉十分之一的人口啊 去这个伊犁屯田这事啊 也不可行 这会儿啊 看出这乾隆皇帝宅亲人后了 这皇上说 回仲数年来 甚觉穷困 因此 骤行迁徙 势必不能待 等上一两年后 再选老城谨慎之人 前往伊犁安插 他告诉这个舒克德 你先让啊 当地的驻军绿营 挑些人出来屯田 能屯多少屯多少 不能开垦良田呢 咱们也不急的这一两年 这两年啊 这些南疆的回仲啊 受战乱的这影响啊 已然很贫困了 你现在呀 把他们大规模的迁徙 势必是不可能的 等过上一两年呢 咱们捡那些老城的 谨慎的回仁呢 往这个北疆迁徙 再多多的给一些啊 这个优惠的惠民政策 这样做呀 才能够长治久安 除此之外呢 这舒克德的奏折里呀 还有一项问题呀 也是非常紧要的 那是什么呢 随着这个南疆诸城啊 都已经归顺了大清 这城内的官员品级呀 哎 皇上您得定一下了 最起码呢 您先得把这几座 大的城池的这些 伯克们的品级定一下 这舒克德说呀 陈我呀 倒是有个建议 您像这个阿克苏 这样的大城市吧 首先说呀 他这个城主也就是阿奇木伯克 咱们定为三品 这副城主啊 也就是回人所称的伊沙嘎伯克 这个伯克呀 通常啊 在这城中啊 主管的军事和治安 身份呢 仅次于阿奇木伯克 咱们暂且呀 把它定为四品 这城里边啊 主管这财政的伯克呀 叫嘎杂纳奇伯克 顺位下来呀 在这城中的伯克里呀 排位在三 咱们给他定为五品 其他的呢 这个主管水务的 果园 农田的 这些个伯克呀 咱们是六七品 依次延续 皇上您看怎么样啊 乾隆皇帝看完舒克多 这段建议之后啊 觉得可行 不过呀 也有批示 对于其他城市啊 都可依次办理 就比如说吧 阿克苏 和田 伊尔枪 喀什噶尔 库车等等 只不过呢 这种品级定制 不适用于哈密和图鲁番 在这旨意当中 乾隆皇帝着重强调 哈密的御速府 还有图鲁番的 俄敏合着 那都是震供我的 是谱 是我的家人 是自己人 亲信 对这两个地区的回王啊 哎 这朝廷啊 不发俸禄 自然的 那这朝廷啊 在这个地方也不收税 收上的税金呢 都交给这二家回王 所以说 这儿的伯克呀 是由这两个回王 自行任命的 这真供我呀 要让天下看看 心向我大清 真正给我大清效力的人呢 这大清朝是绝对不会忘了 一定会对得起他们的 所以说呀 在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呢 借由哈密回王 图鲁番郡王 于亲丁子弟内 拣选保送该管大臣 出复合 就是说 这俩地方当官的 我这两家回王 说了算 中央政府不认命 他们自己拿主意 是爱给极品呢 给极品 俸禄呢 自然也是从 他们的税收当中出 中央政府不干预 要说起来 这两件事情啊 这乾隆皇帝呀 还好做决断 最让皇帝头疼的 是这么一件事 哎 可以说呀 是因为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呢 就是原库车城的 阿奇木伯克 霍吉斯 乾隆皇帝认为 自霍吉斯投诚以来 这个老头的心思啊 他一直摸不准 前一年 也就是乾隆23年 这赵慧被困黑水营 按说这会儿的 霍吉斯才投靠的大清 他应该深知 这大小合作的兵力 赵慧轻敌冒尽 导致自己 也是被困黑水营 咱们也说了 这乾隆皇帝 也占了七成的责任 哎 这赵慧呢 也得负上三成的责任 那么说这里边 有没有霍吉斯的责任呢 要我说有 为什么呀 因为只有他才知道 我这大小合作 真正的兵力部署 那么这件事情 这乾隆皇帝就没想过吗 他当然想过 实际上这乾隆皇帝 这会儿啊 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他自己说不出 尽管呢 这霍吉斯啊 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提醒朝廷 没有提醒赵慧 他呀 也不好意思责备 你的军中大帅赵慧呀 那可是静边将军 连他呀 都不敢给你意见 盲目的就出了兵 这刚投诚过来的 小小伯克霍吉斯 怎么敢 就贸然的 给你出停止进兵 这种主意呢 到时候啊 让你这乾隆皇帝 定一个扰乱军心的 那也是保不齐的事 所以说呢 这老头当初啊 没严实 那这乾隆皇帝啊 也是能理解 再者说了 被围黑水营啊 那也不是赵慧夷人 那霍吉斯啊 也被围在黑水营当中了 显一显呢 也要了这个老头的命 这么一来呢 这乾隆皇帝啊 就更不好意思 再多加责备这个老头了 那可是这事过去以后啊 这皇二老爷子 他心里啊 总是有点别扭 这呢 是其一 其二呢 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 和这霍吉斯 两个人的关系啊 这乾隆皇帝 总是搞不清楚 每一次 霍吉斯 给乾隆皇帝 上折子 有意无意的 总要提一句 这霍吉斯说呀 这南疆之乱 哎 罪魁祸首 就是小合卓 霍吉斯战 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啊 是个老实人 平时啊 就是念念经啊 祈祷祈祷啊 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战略上的野心 他无非呢 就是时不时的提醒乾隆皇帝 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啊 并不是贼手 这造反的 实际上就是小合卓一人 南疆平乱以后啊 是不是能够留着波罗尼都一个活口 就因为这样的乾隆皇帝 在战争的一史啊 才对外宣布 哎 这最后一祸首 只是小合卓一人 最后清算呢 也只是针对小合卓 霍吉斯战 以及他的亲信 阿博都 克勒木 这两个人 可是随着时间一长啊 这乾隆皇帝 这心思可就松动了 因为乾隆皇帝 发现呢 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啊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围困黑水营啊 哎 有他的五千兵 在这半路上啊 截杀钦差大臣 纳麦扎尔 以及三太 还有随从的 二百多八七兵呢 也是大合卓 波罗尼都的手下 哎 这大清国呀 可有王法 杀钦差就是谋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这大合卓呀 他逃不了干系 这还不算完 这负德带领人马 去解黑水营之围 正面杀上来的缠回兵 指挥官就是 大合卓 波罗尼都 致使清军大将 斗宾 重担身亡 所以这乾隆皇帝 越来越觉得 这个霍吉斯 和这个大合卓 波罗尼都 关系不一般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 就给乾县的赵慧 以及明锐 分别下了旨意 当然都是秘旨了 这旨意中说呀 这霍吉斯 与波罗尼都 相弃 遗数显然 他不是要劝降波罗尼都吗 让他写信 让他劝 但是啊 不能让他亲自去 对此人此事啊 要加以慎密办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无论好坏 等到啊 事情安定好了 打败了大小合卓 必须把霍吉斯 其人 以及他的家族啊 通通的送到北京 好吃好喝 好待成 不过呀 不能再回新疆了 也就老死在北京算 那有人说 这乾隆皇帝这么做 那不就是谢莫杀驴 是不是过于印度了 当然不是 这乾隆皇帝 后来呀 也觉得这霍吉斯家族啊 对平定南疆有功 除了霍吉斯以外呀 他的家人 还是回到了南疆 成了这个新疆 八大王公之一 这霍吉斯呢 也没受着罪 好吃好喝好待成 在北京啊 被封了郡王 就养起来了 咱们早些时候啊 讲这个乾隆皇帝母亲 重庆皇太后 八旬圣寿徒的时候 不是还提到了吗 这霍吉斯啊 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以及儿媳妇 还去呀 给这皇上老娘上寿呢 别看他被囚禁在北京啊 那也是皇上身边的近人 那么这么说 这疑问又来了 既然皇上对他这么好 为什么不把他放回到新疆呢 让他放开手 使用自己的权力去呢 哎 这也不行 用句这个文言说呀 这霍吉斯啊 花护古拉 他格斯 这个人呢 仗着他的家族地位高 在这乾隆年的平回战争当中啊 力气的功劳又大 他谁也看不起 这别人呢 也就算了 他尤其啊 是跟这个俄敏合卓 和这个俄队伯克不合 当年啊 这霍吉斯他们家啊 是准干韩国的伯克 那会儿啊 他们家的官啊 那都是准干韩国的蒙古大韩任命的 那么说 遵从一个吃着谁 就得向着谁 这么一个道理呢 这霍吉斯的爹啊 就把 司通大清的俄敏 合作的两个哥哥 给弄死了 这霍吉斯啊 和俄敏呢 那可算是世仇 那么说和这伯克恶队 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 这伯克恶队啊 那是黑山派 这霍吉斯呢 那是白山派 这两派之间呢 原来是一家 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啊 互相仇杀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一直啊 就可以追溯到 伊尔谦韩国以前 您瞧啊 咱们讲啊 这个清平准干二韩国 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这些个战争够惨烈吗 那这个白山派 跟黑山派要是打起来啊 比这惨烈的多 这大合作传上啊 可写着呢 这两派之间的战争啊 抢就是平成灭寨 这火口啊 一个不留 书上写啊 这黑山派夺下了白山派控制的叶尔枪 然后就是屠城杀人 要杀到什么程度 才算截止呢 要用这个白山派信徒的血啊 流到墨房 推动这个水墨 然后啊 碾勾一成人吃一天的粮食 才能够结束屠杀 霍吉斯跟洛队啊 这两个人呢 都不是世仇那么简单 是谁看谁都憋气 谁看谁都是砧板上的肉 霍吉斯被软进京中 这是后话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可是不想惹他 要是把这老头挤得急了啊 这乾隆皇帝怕他倒戈呀 又投降了大合主 他以及他们家的人呢 该做哪个城的城主伯克呀 还做哪个城的城主 无非是啊 让前线的八旗将领 严密监视着霍吉斯的动性 也就罢了 做好了这一系列的部署啊 这皇上老爷子觉得呀 行了 可以呀 对这个大小合拙呀 做最后的总攻了 于是下旨赵会 就同意了赵会六月份出征 喀什噶尔 以及伊尔枪的作战计划 正当啊 这清军摩拳仨长 投下香尔药调金牢 挖下深坑 想象虎豹的时候 坏消息来了 大合拙波罗尼都 小合拙货吉站 就好像商量好了一样 这兄弟二人呢 跑了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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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